恒大的事情在說 你看你破產嗎? 還是我們要叫定向性破產 負責任的破產 然後對國際上展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社會特色主義的破產 那就是說我想讓誰不還就不還 我想還誰就還誰嗎? 那你說不還的人恨不恨他?一定恨他好了 因為華爾街一定會鬥 肯定這階級 然後這個折騰來折騰去就是從塔西陀陷阱到經濟塔西陀就完蛋了 說對我們爆料革命他怎麼折騰這好事? 現在你看到全世界是什麼樣的人在停止疫苗? 法官 檢察官 科學家 軍人 警察 都是有傢伙的 這些人哪有一個不恨共產黨的? 這些人跟名人在聯絡一起 那就是熱鬧了 所以說恒大還有這個融創房地產的崩塌 一定會加速西方的經濟的危機的到來 然後造成西方絕大多數的精英領域 徹底 窮人他根本不滅共 他跟共產黨在哪兒都不知道 那一定是精英和社會全面一起跟我們聯合滅共 而且是咱還得躲一邊去 你去滅去 待會旁邊過 我看了不看去 去吧 你不滅 你有本身你別去 是吧 這就是咱們以美滅共 以前滅共 以共滅共的聯合戰略 你會看到這個時代到來